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7日,繼續說這個紐約郵報,是紐約郵報,不是紐約時報,紐約郵報最新update的資訊,有人就問及拜登,喂,郵報這樣說你喔 那拜登怎樣反應呢?老修成路啊,四個字,在這個moment,他要包啦,是這樣寫的,郵報的標題是這樣寫的 Joe Biden nashes out after being asked about posts,Hunter Biden exposed,即是他的形容詞呢,可以用Explosive這個字的喔,說自己那些是,即是自己讚自己啊,超厲害的報道 而前幾集都說到了,紐約郵報所報導的呢,只不過是醜聞裏面的5%而已喔,即是還有95%未報的 這個是Donald Trump的律師朱利安來說的,目前來講覆蓋的範圍非常之廣泛喔 俄羅斯,烏克蘭,中國,哈梅萊伊,啊,什麼都包齊啊 以及這個未亡人,即是相傳的而已啊,就是被這個所謂的奧巴馬捕獵了的拉根 相傳就說,其實啊,他是丁力來的,啊,你有看上海灘島勝了,即是當日啊,啵一聲 最後丁力,就剩下牙牙而已,而負責執行任務的這個海炮陸隊,就剛巧得這麼巧啊,哈 在一次行動裏面,直升機呢,就被塔利班瞄中,然後啊,整隊人沒有了喔,滴喘滅,有沒有這麼巧的啊 嘩,如果是的話呢,奧巴馬就真的非常之黑心了喔,即是你想想,為了掩藏事實,可以去到多盡呢? 不過也不排除啊,即是近日來講呢,你知道啦,那些資料就非常之震撼啊 就不排除有人混水摸魚,也就是說呢,趁你震撼的時候呢,放多幾宗,即是未證實的東西的,哈 這個奧巴馬忌真啊,都不出奇,有什麼啊,好得過趁著2008年,這個金融海嘯的時候啊,安插一個A準 然後,就團結大多數,趁著這個經濟的低谷,一舉奪取這個美國總統的寶座 呂北偉當日都有說啦,期貨可居啊嘛,即是當日啊,秦國的二人就送了去這個趙國那裏做人資 而當時趙國就發生了長平之役啊嘛,那所以啊,二人是非常之不受歡迎 是長平啊,不是武漢之役啊,不要搞錯,都差不多的啦,總之就不受歡迎啦,這個二人變成了二營啊 而剛巧得這麼巧,啊,有個商人,就是呂北維納,見到這個二人就大舉投資,幫助他溝通秦朝宮殿裡面的關係 然後呢,就送他回去做皇帝的,這個就是期貨可居的故事 那時候就政總統啦,這個奧巴馬,今時今日就副總統拜登上場 這段英文報導都挺有趣的,即是他反問你一口先哦,有什麼回應啊,他有什麼回應啊 然後他召喚了拜登其中一句說話的,I have no response,我沒有回應啊,即是怕說多錯多啦 那還有啊,那裏的稱呼都挺特別啊,他又不說總統候選人的,一直都說formal vice president,即是前任副總統 不知道是不是潤他啊,小報有這些這樣的特色,還要抵死到呢,表述他的行程的哦 即是,你要學習一下別人寫東西的手法啊,真是,當時拜登呢,剛剛就離開了他那架私人飛機啊,哇,這麼有錢 怎樣代表那些,你所謂的貧富大眾呢,似乎他才是最離地的那個哦,是啊,墨西根州那裡嘛 最正的就是呢,拜登的回應是什麼啊,我都知道你會問這些東西的啦 我沒有回應啊,這個是抹黑,你們一向慣用的手法來的啦 啊,還用了誠語啊,write up your alley 但其實啊,這次來講呢,你就真的很難打掉了,因為騰騰呆呱呱呱騰,那裏是很多資訊來的 你如果檢查了,希拉莉那邊,35,000多封email,班加西事件,王立軍事件,通俄門通烏門事件 再加上別人說了你聽,手上的資料啊,都是5%而已哦,還有95%還沒爆出來 那你夠不夠膽亂講話呢?又是講有史,不講有史哦 你說的時候,就是你去反駁他啦,用些實質的東西反駁他,別人又擠牙膏式回應你了哦 然後啊,就越揭越醜,越揭越醜啊,你不去回應了哦 那你又沒有些實質的東西,人家就非常之solid的這樣啊 將一塊塊的實質的證據,拿了出來 哇,到時,真是包公審案了哦 希容低賴!尤其是,他兒子亨特拜登,又的而且確是收幾十萬在那裏做事的嘛 你無論怎樣割啊,喂,大佬,父子情深,叫人家怎樣相信啊,你和自己的兒子是完全沒有關係啊 再加上,其實每一個人啊,每一個美國人都相信,哎,拜登都是,很不乾淨的啦 只不過他們更加相信的是什麼啊?個個政客都不乾淨的啦 這些是什麼啊?臭蟲定理啊嘛,喂,不是就是中國有的嘛 美國都有的,哎,政治家一模一樣樣的啦 但是現在是說,你一向是那群人髒骯髒的嘛 包括奧巴馬、希拉里和拜登 然後就將那隻蟑螂丟到這個特朗普那裏 老實說,特朗普當初知不知呢?當然知道啦 這些東西其實一直來講,都有調查開 如果不是,都不會打電話給那個烏克蘭總統啦 而FBI,就是那個克里斯雷弗托,也是拿來托的 人家交了些資料給他啦,他竟然都從中作梗 那你可以知道,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民主黨的人啦 還是被鎮華科技震懾到的人啦 就是不知為什麼,人家交了資料給他的啦 他沒有動作的嘛,說就說到天下無敵啦 說自己每10個小時就開一個file 開那麼多file都開不到這個? 這件結事來的啦,大哥 人家一早就交了給你啦,那些資料 而這個克里斯雷弗托,說的那些東西也都非常之不靠譜啊 我們用這三個字,就是之前都經常在說啦 啊,現在的威脅啊,俄羅斯是非常之大的 經常在這裡干預這個選舉 喂,老實說啊,現在干預選舉的威脅啊 誰大得過,掌握住你那些通訊渠道 以及美國裏面一個個組織的那幫人啊 這些通訊軟件啊,全部都是來自中國的嘛 哪有俄羅斯份呢?說動員能力,說經濟能力啊 你無論普京多麼驕傲啊,都要自愧不如啦 俄羅斯是說軍事力量強的嘛 但是軍事力量強又如何能夠影響到這個選舉呢? 難道你洗幾隻俄羅斯航母走過的影響選舉啊? 不可能的嘛 那所以啊,特朗普都抹擦他啊 就是說,別開玩笑啦 It's China 但是這份小報呢,也都幾全面的哦 就是他都引回之前拜登說的東西 拜登之前說過啊,哇,從來,是從來啊 啊,never啊,同來都不會跟他兒子說起他兒子在外面的那些生意各樣的 喂,但是那裡一封封email,寫著你那些會面各樣哦 寫著,你在這裡要脅別人炒了那個參議員哦 哎,我真是發現一淡淡的那些人 當你啊,被人揭穿了的時候,又反駁不到,拿不到那些實質東西 就只會說些什麼啊?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啊,最恐怖的呢,就是竟然啊,Facebook和Twitter都介入了嘛 這些叫什麼啊? 肉蓋尼章哦 喂,老實說,你NBA那次已經夠金的啦 加下,你Facebook和Twitter的加入 你看到美國來講呢,整個新聞傳媒自由是受到威脅的嘛 傳媒的監察能力啊,你由這件事就可以見到了 他不是監察哦,他是在這裡干預哦 他是令到你更加不透明哦 你說這些東西,全世界的人知不知道呢? 其實一向啊,心底裏面都知道的啦 只不過呢,你是欠一些證據的意思而已 就是經常說你沒有證沒有據嘛 啊,現在的證據都出來了 就是Facebook那些啊,你又丟人耳眼啊 在這裡說,要Fact-check完之後才准出街哦 什麼你Facebook啊,有一條團隊在Fact-check的嗎? 哦,那就是沒有人Fact-check的時候啊,就不做這樣說了哦,是嗎? 那這些料啊,就永遠不用曝光 更何況啊,當日,特朗普通俄門通烏門那些東西,他還沒經Fact-check的哦 那你又不是傳統街? 但是這些這樣的花拳獸腿,下三藍的行為啊 在到最後,就只會搞到件事越來越和的而已 就是,人家那些新聞已經出光了哦 你竟然都說,不算是Fact-check了的資訊 啊,那人家國會就傳召你咯? 啊,直接開個聽證會出來,逐單東西在這裡問 到時跟你來個全民公開的一個Fact-check 啊,夠吭了吧? 啊,你只是逼人家用一個最有公信力的平台,去跟你做忌的意思而已哦 那不知道Facebook呢,他之後會不會軟化啦? Twitter呢,就怕糟糕了 就是,大哥,廣告費都沒有一些哦 你Facebook就說賣廣告而已 那所以Twitter呢,他是重新開始哦 Open這些這樣的資訊去傳遞的 但是又有問題了哦 就是,特朗普都點了出來 哇,真是,一計不成啊 又生一計 那你不可以完全Bank了那些在這裡轉發的動作嘛 那他怎麼做啊? 他將整個網速較慢了哦 哇,這個是美國有史以來的 最大的一個網絡審查醜聞啊 我就說咯 就是,你拜登本身那單新聞啊 已經是一單醜聞 而掩住這單東西,不讓人知道 就更加是一單醜聞 臭不可聞啊 哇,還有啊 這個Twitter其中一樣東西 惡到沒有人有啊 在星期一的時候啊 這個是mail online的資訊啊 在星期一的時候 Twitter是直接把Trump的帳戶錄掉了哦 直到這個特朗普刪除了那個帖子 才跟他解封回 哇,可以惡成這樣的哦 哇,這次Twitter厲害了啊 就是美國不是在上演的Alien哦 異形啊 他是在上演的,現形啊 哇,那些東西一隻隻 現了形啊 全部都是奸的 尤其是特朗普最近那些Tweet來講呢 是已經有很多條Tweet都被Twitter瘋鬼了的哦 說他違反了他們那些守則 這麼多守則的哦 他這單東西呢 是不單止辣到特朗普的嘛 是辣到整個共和黨的哦 就是很多共和黨員呢 在這裡轉發去那些Tweet的時候 都遇到這個問題 你說那些傢伙會怎麼修理他? 哇,大哥 是可殺不可辱哦 那另外啊 紐約郵報也都不甘是虐的哦 其中一單新聞那裡呢 啊,寫著啊 呼冤啊 冤枉啊,包大人啊 他是這樣寫的 就是說Twitter呢 仍然封住紐約郵報的帳戶 啊,現在變了人質的 Twitter是這樣跟他說的 除非他刪除了六條Tweet 如果不是呢 Twitter是不會unlock他們的帳戶的哦 而郵報這裡也有個小主腳 是這樣寫的 即使Twitter已經有個政策上的轉變 就是因為公眾非常之憤怒的嘛 但是仍然要求這個紐約郵報 刪除了六條Tweet的時候 才能unlock他的帳戶 就就是說Twitter跪低 並不是真正地跪低的嘛 他仍然是在限制著那個資訊的發放的 那Twitter什麼時候會被人拉去審問呢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共和黨成員 已經發出了傳票的了 Twitter的首席執行官 這個Jack Dawsey 就會星期二的時候呢 去到國會那裡作證 那其實這件事呢 水洗都不清的了哦 很簡單的嘛 哇,你做到這麼著職 就是說那群人狗急就跳牆 很明顯心急如焚啦 是什麼令到他們心急如焚呢 這個好問題 而這件事啊 可以說就真是十月驚奇啦 是連環權來的哦 就是你不單止 只是拜登這個電郵門事件哦 你還包上希拉里的三萬幾封email哦 全部解密的時候 尤其是 說你國務院解封那些email 是正式的文件來的哦 那些不用抵賴啦 原本那些人啊 會在這裏想 喂,你希拉里那些東西 都不是很關拜登事 而已 即是影響不到拜登的 啊,今時今日你知道了 是一環扣一環的 其中一個我在想的問題就是呢 到底特朗普知不知道 Facebook和Twitter 可以做到這麼狼死呢? 你不是啊,大哥 沒有狀元蘇黑衣的那些情節來的哦 人家博爾多 又拿著那些什麼啊? 嘩,又青龍演魚 又像八蛇矛 你呢 就拿著把水果刀 怎麼搞啊? 即是如果他知道也更好啊 如果他不知道的時候啊 那你就沒有plan去 對付他們了 那變了呢 他的料 這個這樣的發放時間 就可能是遲了一些了 老實說啊 你Facebook、Twitter那些 很應該好像微信 好像TikTok一樣 就是出個禁令 要求他賣盤才是啊 你對自己人心軟的時候啊 喂,老實說啊 他如果當選不到 你猜別人會對他心軟? 嘩,那些人 就是我不知道海炮陸隊 跟他有沒有關係啦 但是啊 如果有關係的時候 嘩 可以這樣跟你說 Donald Trump如果當選不到的話呢 小命不保啊 沒有怪負在這裡說 如果這次輸了的呢 就會離開美國啊 都算他有截之之名 好啦 今天講到這裡